所以刚刚Mark Williams是笑了一会儿 我觉得吃了带脚反而比回去更难 吃薄球还是要从红球下方回去 好的 这场比赛之后呢 Ronald Sullivan对Mark Williams有一个评价 说他的这个境界绝对是在其他这帮球员之上 确实Mark Williams的境界是要比一般的球员要高 您接着来 就这儿 对 就这儿呢 这个比刚刚那个方便多了 而且有这个保持住 这就打来好的机会 对 不是 他现在因为已经又少了4分 所以他来说心无旁骛了 就是乱来一气了 好 再少两杯 哎哟 晃太早劲了 直接掉球了 哎哟 实在是不怎么样 实在是不怎么样 好 掉到球 但是这很容易解啊 上方一颗星就解到了 下一点点右塞 从这边也可以解 到底怎么样 想好了再打 很容易能解到的话 就得想想解到以后是什么状况 我们看44对上35 差很多 轻轻的解到 那轻轻的解到呢 也有问题啊 因为对方把这个球推上来 就往这个三分后面推了 那往三分后面推到了呢 一颗星如果能解到的话 就解一颗星 哦 它是两颗星过来解 但这个赛够不够 力量不够 嗯 停在这个地方不划算有点 嗯 那上去往六分后面躲也OK 往黑球后面躲 哦 打开而已 往六分和五分三分这边挡到 穿不过去 但这种解球呢 其实很容易 对 因为它离颗星近 对 它就很轻的打到 嗯 希望呢形成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一个 红球在上 主球在下的这样一个方向 嗯 让对方做球呢更难一些 哎呀 流的 有没有做到 哇 漂亮 怎么想啊 看 罗尼连续三杆啊 嗯 就是三杆斯诺克 对 太完美了 一杆一杆比一杆的 这个吊球的质量高 哇 这球太漂亮了 这个球截到 漂亮 这下去又是一杆吊球 两个神人啊 嗯 哎呀 啊 没关系 还好 就是撑到 但这个吊的质量 但这种球吊的质量呢 一般不会太高 嗯 发一点力把它打走 马克威林斯今天想好了 我就是用最轻的力道来解球 我保证我的解球成功力 你要做我三杆 对 现在这种球是最难做的 直接推底带了吧 不是 我来调你球 嗯 但是这个球打的真的是 他这个是有想法的 嗯 他把它打成这个球形 是有一定想法的 他是不让Roney Sullivan有好的球形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 红球在上 主球在下 这样的一个方向 不管是靠边的情况下 还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状况 但是不要让他形成那种 上下 关系 让他形成四十五度角关系 一般就不会有太多的问题 double kiss 坏了 那这是Roney Sullivan 必须付出的代价 因为调球有的情况下 甚至连安全球都不一定有的做 我让我打击 要想 一直调对方球的话 首先一件事情 先手得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 如果先手是人家的 你何谈掉球 对方要掉你的球了 3 5 5 8 好 这样的话上来以后呢 比分是会变成2比0 好 来表演一个 然后天 Ginny 好 太适了 搬手出干 确实是很厉害 半截赛的拍场是这个样子